大家好,我是Stan 在Kan Kyo夫妻发表立场声明后 前员工们表示 找到一位免费提供辩论的律师准备法律对应 并反驳了这个立场声明影片 以下是前员工们的反驳文 Kan Kyo在影片中解释说 因为有外部人,有物品,甚至也有狗 所以监控是必须的 因为狗可能会咬我们 可能会有道歉或外人入侵 监控不是用于监视员工的 对此A员工反驳 2014到2015年 只有文职员工的办公室也有安装监控 在搬到新办公室后 办公室里安装了9台监控 B员工表示 如果目的是防盗和识别外来人员 那么应该在玄关处安装监控 但在7楼的办公室 监控是用来监视员工们 而玄关堆放出货包裹处 则一直只安装了假监控 B员工还表示 Kan Kyo在日本旅行期间 发现9个监控中有一个没有画面 因此派出修理工来进行修理 如果这些监控不是用来监视 那他们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 对于被指控对员工说 滚出去你不配呼吸等报言 Kan Kyo解释说 我不是会说这种话的人 也不常骂人 不骂人也可以表达愤怒 对此A员工反驳 在非正式的工作场合 追究员工问题时 Kan Kyo妻子曾问 每天生活都会像地狱一样 你未来有何打算 A员工表示 许多员工们已被洗脑 认为他们应该忍受这些辱骂 B员工则表示 我亲耳听到Kan Kyo召唤训练师进房间后 对他们大喊 滚出去你连呼吸都是浪费 这种情况持续了超过20分钟 尽管已过去许多年 那时的创伤仍然深刻 员工们还保留一些说粗口的录音档案 Kan Kyo的妻子表示 因为员工使用了Hanam等仇男词汇 还有对刚出生六七个月大的儿子的嘲弄 让我非常愤怒 即使感到内疚 我也无法停止监视 熬夜查看了六个月的对话记录 对此A员工表示 仇男词汇不是由女性员工先使用的 而是因为Kan Kyo经常说 女人应该多上孩子 这样的话 男性员工才在聊天中使用了Hanam等词汇 女性员工们只是表示赞同和认同而已 因为辱骂儿子而愤怒这种说法也不合理 即使讨厌Kan Kyo 我们也从未讨厌过他的儿子 A员工继续指出 代表曾要求将体型偏大的女训练士的照片 从公司网站上移出 同时要求体型较大的男性员工 张开腋下摆出滑稽的姿势 这正让人质疑 到底是谁缺乏对性别的敏感度 代表的成亲影片根本不是为了成亲 而是针对提出问题的员工进行猎物 我认为他应该早点道歉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把在办公室安装监控 从一开始就想成是在见识自己的心态 如果是这样的话 无论Kan Kyo做什么 他们都会以负面的眼光看待 我认为那时候他们应该自己辞职 这种人是难以一起工作的类型 监控的角度全都指向办公桌 所以我还想 那种地方能有很多东西被偷吗 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公开录音 等到舆论翻转才说有录音 如果有录音的话 现在应该立刻公开才对呀 为什么不公开呢 我觉得他们自己也知道 公开了对他们没有好处 所以才不公开 谁看都知道是Kan Kyo的错 结果他却突然把话题 转移到非民问题上来转移视线 就这么轻易上当了 还是说 其实只是想借机骂非民才假装上当 不管怎么样 就像乞丐在担心公主一样荒唐 人生在世 谁能不骂人呢 关键是要看 那些话是不是直接针对自己说的 还是因为吵架时情绪激动才说出来的 然后重点是 这些话并不是对他们说的 而是他们隔着墙听到的 当然Kan Kyo也有可能被冤枉的部分 但仅仅因为一个澄清视频上传后 大家不尽心实时核查 就一卧风的站到Kan那边 让人感到非常奇怪 感觉代表和员工的说法都只是空话 现在到了双方都需要拿出证据的时候了 对于前员工们的再次反驳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感觉代表和员工们的再次反驳